小小消防员 在课程中,你可以通过以下动作完成所有学习内容 爬 双手下压 平衡 要起 左右移动 弯腰 刮布 划杆 喷水 向右看轻 立正 稍息 大家好 小朋友来到我们消防大队进行消防训练体验 大家欢迎 在大家身后的就是消防员平日训练的赛道 大家有信心通过吗 有 好 大家加油吧 三 二 一 开始 小朋友 通过这些模拟救灾环境下的障碍物 才能拿到帅气的消防装备 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消防员哦 加油通过它 快跳起来 攀爬矮墙是锻炼我们力量速度身体的灵敏性和柔韧性的加油 快点跑 救灾环境复杂多变 快速通过独木桥能锻炼我们身体的平衡力 灵敏度和心理素质 خ库的一种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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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错 恭喜你获得第一个消防设备奖励 消防头盔 小朋友 你知道消防头盔的作用吗 消防头盔是用来保护头部的 能防止尖锐物品砸落消防员头部的冲击 并且能防火 防热 防腐蚀哦 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消防员 快跳起来 橘色是要左脚跳 蓝色是要右脚跳 两种颜色出现时要双脚跳 快跳起来 加油 小朋友 急救来 なん Stick lui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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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35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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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还有什么训练呢 快速绕杆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能力和灵敏度 火灾或者倒塌现场地形复杂 需要消防员有很好的身体协调能力 终于过关了 灾难现场往往有很多群众被倒塌的石块 柜子压住动弹不了 消防员必须要通过狭小的细缝才能到达现场 钻轮胎就是锻炼我们这个能力的 很超期待 很超期待 了不起 恭喜你获得第二个消防设备奖励 氧气瓶 你知道消防员在救援时 为什么配上氧气瓶吗 发生火灾时会产生有毒气体 而氧气瓶是一种呼吸设备 可以保护消防员不吸入有毒的气体 一个氧气瓶可以供给一个消防员 呼吸六十分钟左右 当一名消防员真不简单啊 高楼起火的时候 为救助被窥人员 我们必须快速攀爬梯子 到达指定位置 消防员不光光只会灭火 当被困人员遇上水灾阻隔 或者户外断崖救援时 消防员叔叔就需要通过 缆绳横肚的方式进行救援 缆绳横肚除了身体耐力 协调能力的锻炼 也很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哦 嗯 确实不错 恭喜你获得第三个消防设备奖励 消防水枪 你知道消防水枪的作用吗 消防水枪是消防员在救火时 使用的涉水工具 它要与消防栓连接在一起 通过水压喷射很大的水 帮助消防员把火扑灭 消防员的训练真的很多哦 哇 好累啊 小朋友你知道吗 消防车里的水源是有限的 为了保证完成灭火任务 我们必须找到消防栓 利用水罐消防车的吸水装置 直接取水灭火 快 我们要把消防水袋的一端 连接到车上的饮水装置上 另一端连接到消防栓上取水 消防栓上的水灭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火烧起来的时候 为了快速灭火 我们必须对准火苗的根部进行灭火 看到远处的红点标靶了吗 那就是锻炼我们瞄准射击的准确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棒 很好 很好 好 恭喜你通过所有的障碍关卡 你获得第四个消防设备奖励 消防战斗服 小朋友 你知道消防服的作用吗 消防服可以阻挡高温和飞溅的火花 还可以防止消防员受到尖利物品 或掉落硬物的伤害呢 消防员在救援时 除了要穿戴上消防头盔 消防服 氧气瓶和消防水枪以外 还需要配备无线对讲机 方便消防员和现场指挥员保持联系 来 穿上帅气的消防服 背上消防装置 一起做一名合格的消防员吧